和諧的布農巴布和音 為活動揭開序幕 接著歌手們輪班獻唱 用熱情的氣氛讓遊客忘卻寒冷天氣 晚會結束 最受矚目的火把玉衣採接立刻登場 在森巴谷以及森巴舞團的帶領下 用火把照亮黑夜漫步東浦溫泉區 第一次來很有趣的 沒有用過這個竹筒的火把 非常好玩 尤其那個演唱會帶動氣氛的部分 真的是超讚 泡溫泉不僅僅可以讓我們自己通體舒暢 那同時增加我們身體的各種的 這種的肺活量 還有也能夠達到這個精神意義的效果 東浦溫泉季正式熱鬧展開 以天然溫泉及山景聞名的東浦溫泉 海拔約一千兩百公尺 全職式弱鹼性碳酸泉 溫度維持在攝氏四十五度左右 不用另外稀釋 是具有美濃養生的原汁溫泉 而每年熱鬧非凡的溫泉季 不僅吸引許多遊客共襄盛舉 也讓高雄市原明會主委親自前來觀摩取經 其實在我們高雄也非常多的溫泉的示範區需要開發 所以我想今天來到南投看這個東浦的溫泉的一個活動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觀摩也是一個學習 我想西伊鄉的在冬季整個都是迎接光光的熱潮 所以我們希望來自全國各地的朋友能夠來到西伊鄉泡湯 能夠體驗不一樣的整個的布農族的鄉鎮的風情 公所表示 每年東浦溫泉季的啟動 也是宣告西伊鄉即將進入冬季旅遊潮 不管是十二月的羅納聖誕節活動 還是一月的草坪頭櫻花季等 邀請遊客利用這段期間前來原鄉欣賞優美風景 也體驗原民風情 支持在地農特產品